鬼门关昨天关了鬼月今天开始算是过了 但是呢在昨天之前看到这样的一个娃娃 是不是要吓死了 这是有网友花了快六千块上网去买个矽胶娃娃 看图片的时候呢明明就是一个美艳的女郎 怎么到了时候呢活活的换成了这副德性 像不像是个女阿飘啊鬼月是想吓谁 点开成人网站专卖矽胶娃的网路专卖店 商品琳琳满目种类众多 其中还有多款以女星名字命名的矽胶娃娃 像这个以日本女星麻生九美子为名的矽胶娃娃 脸蛋艳丽嘴唇红润身材较好 一个还要价将近六千元 有民众订购这个矽胶娃娃 结果收到货时竟然是这样 仔细看这个矽胶娃娃头发凌乱脸色苍白 配上不合比例超级突出的大眼睛 就算对你微笑看起来都觉得怎么怪怪的 看起来很像女鬼吧 觉得应该会吓得到吧 就像那个烧那个纸人啊 看到洗澡娃娃的民众都大吃一惊 因为网站上当初可是标榜 样貌如此美丽的脸孔 不过实际寄来的商品 却让购买的民众痛批 真的差很大 我们在透过小宝官这边的处理程序的话 是有实质上的困难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通知到业者来这边做协商 那当然消费者可以试着在网站上面跟这个卖家来沟通 来要求他退货 买到的民众觉得受骗 但偏偏这个网站在大陆 无法透过台湾小宝官求偿 等于是求偿无门 需要自行在网站上联系业者 花钱从国外网站购买商品 可得货比三家 否则无法管恐怕只能当冤大头 中文新闻唐一辰许中颖台北一采访不到